案例是這樣 就是這個女孩子呢 她其實她有開始覺得 她有一些 但是白帶分泌到後來她發現 其實這個狀況 已經完全影響了她的方式 因為她在這個我們說過程 在家裡做這件事情的過程的時候 到後來比較嚴重是 她會分泌出像泡泡的東西 所以她那時候其實她有去 也是去陳藥店去買 因為她就在想說 這是一種陰道發炎 所以她就去買一些 類似黴菌的藥物 治療反覆了沒有好之後 她最後終於去婦產科 可是還是沒有好 那後來其實她不是這個問題 是那個婦產科醫術差嗎 對 我要這樣講 對啊 我要這樣講 其實那時候她就覺得很困擾 因為她其實這個問題 真的讓她整個人 就是整個我們說這個方面 她都是完全的 覺得是痛苦的就對了 那後來她其實是等於 她到我這邊來看其他的問題 來跟我聊天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 其實這個是一種 比較特殊的陰道發炎 叫做陰道滴蟲 那這種滴蟲的感染 它其實通常是跟 我們的這個性傳染有關 也就是說其實 在她感染這個疾病的時候 跟她的另一半其實也重了 可是因為 所以她一直以為說 她自己治療好了就好了 可是當她好的時候 其實男生 對 男生身上是有這個蟲 但因為她的特點 是男生症狀不明顯 所以後來她又等於 反覆地交叉感染 那後來之後是 等於說要請她的這個先生 跟她兩個人一起去婦產科 兩個 並且一起投藥之後 這個症狀才環境 其實臉色紅還是有分 正常跟不正常的 所以稍微大家可以區分一下 正常的比如說 因為其實臉色紅 它是有些基轉在 比如說我們在周邊的血液 擴張的時候 它就會血跑到我們的皮膚下 看起來就紅潤 所以什麼時候會 比如說你 運動完後 因為你全身的血液 是有打到周邊的 所以臉紅通通那個是正常的 再來有一些人 他比較特別是 他比較容易害羞 一害羞起來臉就一陣泛紅 這種跟情緒有關聯性的 通常也都是正常的 還有一個就是更年起後 有些人會有熱潮紅 有時候會一陣的臉紅 如果你是這樣子 有一些情境搭配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用太擔心 是臉色好或有疾病 但是有另外的幾種 剛剛提到的心臟疾病以外 還有一種特別要跟大家講 就是如果你的臉紅 隨著伴隨著曬完太陽之後 臉的紅在臉頰這邊特別紅 甚至好像一個蝴蝶的形狀 在我們臉頰的時候 特別小時候 因為有一個蝴蝶免疫的植物很有 曬完不是本來就會紅嗎 對 通常是會紅 但是有一些人 其實這個 有一些人他會有一個狀況 是曬完太陽之後 他臉就像蝴蝶一樣 這麼一個蝴蝶斑在這裡 這是個很有名的 紅斑性囊腸的一個典型表現 紅斑性囊腸是一個嚴重的病 它嚴重起來 有時候會影響到我們的血球 所以有一種血球會變得 血小板變得很低 它就可能 我們之前在住院的病房 很嚴重的case有看過是 因為血小板很低 它是你不動它不用碰它 內部就會自己內出血 因為你的一些小的創傷 它是完全沒辦法凝結的 後來就變成是一個 完全不碰的內出血 就有果實的案例也有 所以其實這種蝴蝶免疫的疾病 就是它從一開始出現症狀的時候 你能夠早年早到 它就可以去比較讓那個病程 不會惡化的那麼快 那我們最近提到 有一個跟高血壓有關 我就來講講一個 高血壓的案例 40初頭歲的一個上班族 那它說來的時候 是因為它的同事就是說 它每一天 就是很容易臉紅 興奮臉紅 然後不興奮臉也紅 可是異生氣臉更紅 跟關公一樣 當然它的綽號就叫關公 然後因為還不知道看什麼科 就來看加一科 我一聽到這樣 我也是突然也是一陣 不知道它要怎麼處理 我想說爭取自己一點時間 去思考它什麼問題 我就說不然我們先兩個血壓好了 結果沒量血壓 就沒有怎麼樣 一量 它血壓 在我們的醫學上來講 已經叫做hypertension crisis 它就是已經是血壓的 很高的一個緊急狀況了 我就請它先吃個基本的血壓藥 合併一個禮拜的量 結果發現一個禮拜後 它血壓一直都在180多 其實我們正常的大概140 90 所以它已經很嚴重的超標 就已經給它吃藥一個禮拜 它還沒降下來 完全沒有降下來 180幾 然後我們吃到的藥是開到 因為我們有分等級 我們開到最高等級 那是你開的藥無效這樣 對 對 我也是想說怎麼可能 因為我開到最高等級 我們還為了這個 我們那時候科年還討論過一次 它的治療流程 可能性等等 諸如此類的 結果到後來的時候 因為它回診了很多次 檢查了很多次 大概過了三個月後 我發現一個現象是 它通常我來 比如說第一次來是拿三個月的藥 理論上應該是 比如說一月來 應該四月就回診 它七月才回診 所以後來我就問它才知道說 其實它都吃 要吃不吃 要吃不吃 那時候我就跟它講說 你的血壓正常忍 因為它年輕 它覺得沒差 所以它就覺得要想到就吃 沒有想到就不吃 可是它血壓這麼差 其實高血壓 除了我們想到的重風 它其實跟一些器官也會有問題 包括腎上可能會出現問題 在這個病人身上 就出現很明顯的狀況就是 我們請它固定回診的時候 都會抽血 它腎功能在最早最早 一開始的時候是0.8 我們正常的大概1以下 都還算OK 第二次就變1.3 第三次變1.8 第三次就最後一次 它後來一直被我唸太多 我後來就不回診 最後一切是2.2 也就是說它的 腎功能一直在變壞中 通常我們都認為高血壓 就除了重風 就沒有其他問題了 其實它對我們每一個器官 因為等於你血壓是很用力的 你就可以想像那個壓力 灌注到我們的器官 我們身體受不了的時候 各個器官就會出問題 腎上是還可以檢查到的 可想而知它其他器官 可能都正在壞掉中 其實這個人他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很多人的血壓藥 他都是一天吃一天不吃 一天吃完自己量血壓 自己當醫生 今天特別高我吃2顆 今天沒有就不吃了 可是偏偏血壓很特別的是 它是需要你固定的 是同樣的劑量吃一段時間 儘管你要降 你也是要跟醫生討論 比如說半顆再吃一段時間 再變成不吃 那你一天吃一天不吃 你就想你的血壓 一天放鬆一天收縮 一天放鬆一天收縮 對身體反而更不好 因為我們以前得到的資訊就是說 高血壓藥既然吃了就不能停 不管有什麼情況 可是有的醫師又說 其實不是不能停 你要問醫師 醫師覺得你可以停是可以停的 對 不是自己停 重點在這裡 對 因為其實血壓 跟很多身體的問題都有關 像現在人的血壓高 我們發現真的是 你發現他吃的偏鹹 偏重口味的人 然後再加上自己有遺傳 那個血壓都很年輕 就開始高起來 可是這種人 如果你跟他好好的溝通 或他自己警覺度很高 去運動 攝取緣分 是嚴格控制 其實是有機會 藥就完全不用吃的 剛剛醫生不是說 有情緒的時候會臉紅 對 然後我是大笑 如果一個笑一笑就會臉紅 這樣應該還好吧 還好 可是情緒高漲 對啦 情緒高漲的時候還好吧 氣氛也會 氣氛也會 可是有時候氣氛 你還是要小心一下 氣氛的確還是有可能 跟高血壓有關 因為有些人他是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病人 他最典型就是在他下午開會 罵完人之後 他整個臉就變成關公了 是整個味覺是從甜苦整個改變 要特別小心 營養可能失衡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些 味覺的異常跟營養的缺乏是有關 特別像心 所以你不妨去補充一點心 因為心是幫助我們細胞生成 所以小朋友在懷孕的時候 他需要更大量的心 所以你倒可以試試看 對 因為其實 立馬回去 其實我們剛剛這邊都會提到很多 跟味覺異常有關的 但是其實在我們真正門診上 真的到那麼嚴重 會到看診的人 其實像我自己大概五個 只有五個人 有一些人其實很幸運找得到原因 有些人他其實還是一直有 我聽到有一個病人 我覺得他真的很可憐 他這樣子的一個味覺異常 伴隨他十年 他每一次都覺得鹹 我們有時候覺得喝湯 什麼鹹鹹的挺好的 他說吃蛋糕也鹹 而且他不管吃什麼東西 他那個鹹味就一直在 導致他就沒有辦法跟別人吃飯 現在很多蛋糕有放鹹的 吃蛋糕了 吃蛋糕了 對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 因為其實像味覺異常 我們醫生其實在看的時候 他都需要很長的過程 因為他跟腦袋有關 他跟我們味覺有關 甚至有些人是 味覺到膩瘤有關 所以其實每一個部分要去做治療 我們有某一位藝人 曾經有來問過我這個問題 他也是覺得口味有鹹味 可是後來是那一陣子 他太累了 後來他休息好一點就好了 所以其實每個人狀態不同 但我今天提一个是 我觉得大家蛮需要知道的 我有一个男性的病人 他来的时候 他是说他的这个口感的那个味道 他的口的那个味道很奇怪 他是说有金属味 他是会觉得好像 他就直接讲有金属味 觉得好像吃到 对 吃到什么金属的感觉 甚至他就是像是 就像怀孕的人一样 吃这个要么太咸 要么太苦 全部的人去餐厅吃饭 就只有他一直在退人家的餐 所以他就觉得 真的太困扰了来看诊 后来呢 因为其实我们该做的一些检查 该做的治疗 同时进行的过程 我们都会习惯他带他的药来 其实有几种药物 是我们很常用的药 但是有一些少见的人 就会产生这种金属味 其中有一个药是高血压的药 后来那个病人一看 哇 他刚好吃这个高血压的药 我想说没关系 不然我们就换药看看 结果很神奇 他一换药之后 症状就没有了 除了血压药以外 有一些特别的抗生素 一些利尿基 甚至感冒药里头 都可能会有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你这个金属味 是突然来的 然后尤其他前后 你自己有在吃一些药物 尤其前一段时间 你有印象吃药 不妨你都把你的药带着 因为其实有些 像那个病人 运气好的 有些找得到原因的 他一换药症状就没了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 可以参考看看 其实像很多这个女生 算是想要怀孕 或是月经不顺的时候 往往第一个会看的是妇产科 可是其实我们要想一下 所谓的内分泌的问题 它其实全身上下 很多器官都是属于 内分泌的器官 比如说甲状腺 腹甲状腺 腎上腺到我们的卵巢或睾丸 这些其实它都是属于一个 性腺的 就是它是 对不起 它是一个内分泌的腺体的器官 在我们情绪压力紧张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诱发 其中一些地方产生问题 又或者是你本身的问题 为什么讲到这种 我有一个病人是这样 他三十几岁 他其实并没有真的要去 就是补孕 他还没有到补孕 但是他就一直很困扰 一个问题是 他的月经不顺 就变成有些人会去计划 什么时候可以生小孩顺利 他的月经要嘛就来得很少 要嘛就是时间拖得很长 要嘛就是时间浮动 那他也去看过妇产科 好像一直没有找到问题 那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也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太大事 就来找我这样 那个时候是这样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 所以我看着他 我都没有 我在听他讲话 但我一直看他的头皮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好奇怪 他的头皮是可以 他是女孩子 就是他有头发 头发很长 但是你可以直接看得到他的头皮 我就问说 你是头发比较容易掉 还是你头发本来就是这样 他说他没有注意 但是好像真的 最近头发变得比较顺 他就说他头发变得比较柔顺 我一听到这个 我就是个警觉 后来我就抽了血液检查 最后他出来是 为什么呢 其实甲状腺肌能抗镜 它本身就会造成全身的变化 其中它会让我们 性的代谢过多 头发反而相对摸起来是柔顺的 然后所以他在外观上看起来 他也会可能有点掉发 所以看起来那个头皮 就是变头发量明显地减少 后来他开始治疗后 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真的觉得 他其实不单纯是月经的问题 他觉得 他以前过度的紧张 后来再过了几次的回诊 他就会怀孕了 那所以其实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我们说 所有的妇科 或者是各个问题 他可能是牵动 一法牵全身 他不一定是妇科的问题 你倒是可以全身性地去搜寻 有机会找到你的问题所在 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给 在场来宾量量看 就是说其实我们会以为 我们看起来T脂肪很少 可是你有可能是超标的 可以光宁量T脂肪吗 瓜哥不想站上去 王子不想站上去 我们可以帮你先盖住了 好不好 赵哥来 赵哥来 我应该是还可以 你可以 其实通常现在的 你就是他们会比较 精准一点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会 要你的年龄 你的身高 年龄不好说 然后你的性格 然后你这个密度 不好说还是不好量 你45% 49% 赵哥他的一个内脏脂肪 他的第一格是那个 所谓内脏脂肪 11.5 好 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表格 正常是 我们正常的建议 大概是9.5以下 所以其实 赵哥还不错 是因为他的 他的肌肉量其实很高 他肌肉量到50几 所以我们正常的 大概30到50 都是很棒的范围 所以他是超过 也就是他肌肉是很多 他看起来是那种 muscular那种人 可是偏偏 他的体脂肪 其实是很高的 还没讲完 对对对 听完 那如果假设你的体脂肪 这个叫内脏脂肪 已经超过15以上 一定要非常小心 你就可以想象 你的所有的内脏里头 可能都被一层油 这样包着 体脂肪是不是 什么BMI BMI BMI是指我们的 身高出于体重的 一个数字 算出来的数字 它跟体脂肪没有关 那通常我会 通常大家量这种机器的时候 都会只看体脂肪 我们现在讲的 这叫内脏脂肪 内脏 所以你其实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它有 还可以称内脏脂肪 那更好 因为它代表它可以把 你的内脏脂肪跟 你的脂肪稍微的看一下 估一下你的数字 那像小鲜 就根本没有内脏脂肪 小鲜可以验验看 来来来 你已经都练成这样 你根本没有内脏脂肪 通常在运动的人 他的一个体脂 这个内脏脂肪 可能就会再更低一点 你BMI应该是 19 19 女生算还不错 算很好 内脏脂肪是一个 有个叫体脂肪 体脂肪女生的范围 是比较宽松一点 20到25都是OK的 男生会大概减5 所以内脏 男生的体脂肪 大概是13到18 这个范围是比较好 对 它才3年 对 好像小鲜的内脏脂肪 只有3 3年 你到底还有没有内脏 有 今天有粉肝而已 她都练成这样子 但我建议女孩子的 这个体脂肪 不要太低太低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因为女生有一些 这个妇科器官在里头 所以假设你的脂肪 还是要有一点点 把它包覆住 它才不会因为一些碰撞 或者是一些状态下方 会让你的脂肪 你的组织是没有被保护的 这样3会不会太低 可以 对 会低一点 那我要吃什么 太直吃就好了 其实OK的 对 这样 OK 因为女生都可以 因为你吃饭就好了 你多喝酒啊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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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小鲜 谢谢 这一题要讲的是心血管 其实我最常见的是 门诊病人问我 因为我们常常会抽三高嘛 什么血糖 血脂肪 很多人都会跟我说 心血管后来到底会怎样 很多人其实他对心血管 未来除了心肌梗 这个中风以外 你没有任何的概念 那我今天就分享一个 算是我自己看到一个病人 他回不当初的例子 给你们听 就是那时候我在 住院医师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一个 是糖尿病加老人病房 就是顾名思义 你是糖尿病 有并发症加有老人 你是年纪大的人 就住在那个病房里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是 那个病人他那一次 已经住了大概一个多月了 他就跟我说 他回复他的 回忆他的当年 他说他其实以前 就是吃东西都是 什么都吃烦 那没怕 就是年轻嘛 那他在很年轻 就诊断糖尿病 他也觉得没有差 因为不痛不痒 糖尿病就是 不痛不痒 未来心血管的问题而已 好那他就 他就这样也没怎么样 那是 因为他本来就有抽烟 那他也都觉得很OK 然后常常会参加一些聚会嘛 他记得他40多岁的时候 他就开始出现一个症状 是他们都有一群人 一起去爬山 那时候还年轻 他就爬山的时候 一起一开始都OK 他后来发现爬到一半 他的脚就非常痛 是痛到没有办法走 后来就不参加爬山的聚会 他就开始参加社区的聚会 然后参加社区的聚会的时候 走到那边 后来也是痛到不行 最后 他每天就待在家里 就闷在家里 那因为他在没事做 结果你就想嘛 糖尿病 然后一直没有在运动 然后在家抽烟 最后他非常快的 在大概50几岁开始 他就陆陆续续的进医院 因为肺炎 因为抽烟会造成肺部的问题 肺炎 那他那次住院是为什么呢 其实他在40几岁 如果大家有记得 我说爬山的时候 他脚会痛 其实他是一个指标 他是一种我们的 下肌的动脉 塞住的一个指标 所以他那时候 其实就有这个表现 但是时间延了很久 他都不一定会需要治疗 他等到已经受不了不行的时候 才去住院 那他最麻烦的是 他那时候去装指甲 可是糖尿病 又会造成他的那个血管 愈合不好 所以他就是装完之后 那个伤口一直都是烂的 他就只能一直住在医院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自己在门诊上 或者是在住院的地方 你才看得到 当你一直没有控制 未来会长那个样子 他不单纯只是中风 性血管疾病 他其实我们全身的血管 都可能会影响到 会有一次有一个病人来 这个人是个年轻的男生 高高大大的 看起来就是有在运动的人 他就来 他就说 医生我足底肌膜炎 这一段时间突然发作 足底肌膜炎 可是因为一直治疗不好 那他跟朋友聊 朋友跟他说 你会不会是痛风发作 所以他想来医院抽血 检查一下自己的痛风指数 那在过程中 我就先问他一些基本 说你足底肌膜炎 是怎么样的状态 持续多久的时间 他说他这个 大概是一个礼拜前 开始有的 然后他那个痛法是这样 因为他都是 他是篮球员 所以他每次都还是得去运动 可是他每次一打完篮球之后 他那个痛就会非常的严重 他的痛是 一整片像是被烧过的感觉 就像是 你的脚底板有 他是这样叙述 很像有东西在烧 而且是刺激 很像一好几根针在扎 我这样听的时候 我就觉得 有一点不太对劲 我就问他说 你一个礼拜前 有没有特别发生什么事情之后 这个足底肌膜炎才产生 他就说 他回想起来 就是有一天 他投篮 投篮下来之后 他脚好像 后来呢 我是把他转去复健科 原因是为什么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叫足底肌膜炎 他其实有可能是一种疾病 是这样 我们的脚的内侧 他其实有两个骨头 骨头中间会有神经通过 他当时在拽一点的时候 其实这个韧带是有受伤的 当韧带受伤之后 因为他发炎 刺激压破到了这个神经 所以造成他的脚的下方 就会产生一些 像是神经刺痛的状态 所以他后来 其实要治疗的不是足底 而是他的脚踝的扭伤的问题 所以其实 对 所以他后来他就很后悔 因为他其实在这礼拜内 因为有朋友跟他介绍 足底肌膜炎的鞋子 一双五千多块 他已经买了 他从那一点笑都没有 他就说早知道这样 他就是先把他的脚踝扭伤处理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痛在那个位置 就应该是这边的问题 有时候你不妨去找个复健科 或者是找个医生 或者是找个复健师 去讨论一下 有时候他可能 源头是在更上面的地方 对 比较萎缩的时候 它可能会造成一些 只要比较细的时候 它可能会造成平衡感不好 这个东西我们都在讲说 我们现在 其实在太空人 他们身上对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有研究 他们发现说 当太空人 因为你看那种电视 现在很多电影 都在演在太空 你会发现他们很喜欢在里头 跑步机或运动 这是为什么 不是说他们真的 一定要很强壮 他们有研究发现说 当一个长途飞行的时候 在过程中 可能因为失去重力的关系 一趟长途飞行 平均 小腿的肌肉会萎缩50% 就换言之 假设你今天一趟很长途的旅行 一个30岁轻壮年 是非常强壮有肌肉 他到那边去回来 可能变80岁的体态 所以他们是有要求说 其实在飞行的过程中 还是会要这些太空人 同时做一些运动 而且他的饮食 本来就没有地面上那么营养 是 而且再加上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想法是在太空 我们要把它换到一般人 回到地球上 地球上你会发现 很多的阿公阿嬷 他常常因为中风 或什么什么等原因之后 开始躺床 这时候他的脚其实就等于 他是没有重力在压迫 也就是他的脚会开始萎缩 所以之前 因为以前太空人 可能上去一天 三五天这样 现在可能一呆 呆三个月半年 对 所以很多太空人 当时不知道要运动 就回来 他是整个人被扛出去的 因为所有都萎缩了 对 就好像一个人躺病躺了 植物人躺了一年了 对 他因为都没有运动 所以他整个是没有重力的情况是这样 你的肌肉会慢慢萎缩掉 对 你想因为那个 我们之前胸腔内科都专门在收种感染性 尤其是肺结核 其实他们都会在一个所谓的隔离病房 那其实我们进去都一定带那种全副武装 但是我们那个医生很可爱 他每次都带 这个是不好的事吗 他都带补补补的口罩 他说为什么 他说其实因为肺结核 如果你家人有肺结核 你不要都弄异样眼光看他 通常你待的时间要够久 你才有机会被传染 所以他是自己是说 大概你至少要待四到六个小时以上 就是等于你是一个 算是照顾他的主要看护者 那种人你一定要去检测 可是其他如果你只是说 这个人生病了 你来探望他 你只要做好防护措施 基本上不用那么担心 我之前就有一个三十几 接近四十岁的女生 她来看诊的时候 她其实最主要的主述就是 她可能那时候 其实网路已经开始很发达 她自己上网查 她的第一个想法也都是那个 所谓的淋巴癌 或者是一些肿块的问题 所以她就一直要诱导我往那边走 因为她就说她体重减轻 她这个真的有夜间导汗 那当时的时候 她就有提到一个点 是说她白天清晨的时候 她都会稍微咳个一两声 我们就还是该做检查去检查 所以S光一定会照 在S光其实发现了 就是典型的肺结核 它在我们的肺部的上方 会出现空洞化的表现 那一看到这个基本上 就一定是肺结核 但她的年纪如果回推 那时候我们其实已经 疫情已经防治得算很好了 我就问她好奇怪 你以前有 就是你不是那个疫区的年纪的人 后来才知道说 她其实在她20岁年轻的时候 她照顾过她的先生的爸爸 她先生的爸爸 其实就是肺结核的患者 那因为她是长久照护者 所以她就可能会潜藏在我们身体里 在你甚至免疫力不好的时候 她才用发 对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是年轻人 你曾经有照顾过的老人家 有肺结核的 不妨就去做一下检测 如果又有刚刚上述的症状 那女生还要小心啊 因为女生尤其在这个停机后的 十年内都还是可能会出现 夜间导汗 但这种就是两性的 它就是个更年期的一个症状 我想 因为其实她这个 尤其是小学的这种 一维系皮肤肌炎 通常对爸妈 它会产生很大的不舍感 因为她那种抓的 后来已经抓到一整片的 都已经有点台咸化的变化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有一个很旧的疗法 1991年其实就出来了 可是其实她并没有广泛被推广 但是还不错 所以我们医院有一位医生 他就专门在实行 这个叫做湿肤疗法 它是一个 可以为了料医师 它其实是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做法 很简单 所以它是可以在家里 自己执行 就有点类似小朋友发烧 然后用那个湿毛巾包吗 可以这么说 它其实的原理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现在 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怎么做 可以在家里做 但是我们会建议说 你的那个药膏 要先给医生调配过后 你再开始使用 它的原理还是 把药膏涂在皮肤 但是它多了几个步骤 去帮你的药膏 达到最好的效果 它第一个就是 你准备一个 那先把小朋友 这个比较适合在 小宝宝身上 那你把小朋友身上 泡温水 泡十分钟 那泡完之后 把它擦干之后 你就是把医生 他帮你调配的药膏 比如说假设是这条药膏 每个药膏不一样 不要去乱买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同 你就涂在 比如说你涂在手臂上 假设你是手臂的地方 你就把你的这个药膏涂满 对 接下来你准备两个 可以去买纱布 纱布或者是一些 这个有绷带束缚的 这样子可以固定住 那你先准备一个 比较大的纱布 那把刚刚的温水 你就先泡进去 泡进去之后 你把它拧干 让它有一点湿湿 一点点潮湿的成分在里头 那接下来你把这一块 这一块纱布 盖在你小朋友 本来的这个 刚刚涂抹的这个药膏上 你就把它包起来 它有点像是我们 如果有去医院换过药 会有印象 这个是这种湿的肤 让它这个地方有一层 第二层 你再准备刚刚的纱布 是干的 那你就让它两层 一层湿 一层干 它的原理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我们很多 异味性皮肤炎 它有 它的这个药膏的作用 会因为小朋友 涂涂抹抹的关系 所以它可能会 这个药效会减少 那第二个的时候 就是我们其实会 一直铺在外面的 这个过敏源 那尤其是有一些这个 类似像这个样子 那尤其是有一些 这个小朋友 他其实你这个伤口 一直是开着的 所以更多的过敏源进去 你就更容易再度的感染 所以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就是 它是一种 那第二个是因为 它在这样包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会感觉到 里面比较凉 它会让你的血管收缩 会让发生反应下降 所以小朋友就会 这个痒的情况 它就会缓解 所以其实像那一个 那一位医生 他其实真的就是这样的治疗 大概有九成的小朋友 最后他的这个皮肤 会回到本来白白嫩嫩的情况 其实他的问题是在靠胎经 但他讲的是皮肤 其实有一些人要特别注意 我们之前就有一个案例是这样 他是一个上班族 那他的上班 比较特别在家里 然后那时候冬天 因为太冷的关系 他常常要看电视 那个什么电脑嘛 那这时候因为太冷 他手会觉得冷 他就拿那个小暖气机 对着他的脸吹 他其实也都没有感觉 到有一天他突然觉得 他眼睛张开的时候 是看到那个视力是糊开的 就是视力是模糊的 他在冲去这个眼科看 就他其实原本 很多现在的人 因为我们说 我们其实之前有提过 在冷气房 一直看电视或看电脑 你眼睛不太会渣 所以我们其实 干眼症的频率是有越来越高 还有些人戴眼邪精的关系 这个妇人本来就有干眼症 那他在冬天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暖气 它会让我们的干燥跟热化 很多它的因素 所以他那时候他角膜其实已经是 他脚我们脚就已经受伤了 那个受伤是已经 研究到已经有点像结痂化 然后甚至附近是有一些细菌感染 所以最后这医生是跟他宣布说 你这个眼角膜是不可逆的 它的视力就不会再回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要特别小心说 其实还是会建议说 如果你有这个放这样子的 一个暖气机的话 你那个距离一定要抓准 你不要说 想说放在里面比较有效率有没有 就立刻就可以温暖了 其实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刚刚有没有医学进步到 真的可以机器进去 把那肝旁边的脂肪收掉 其实它不在肝旁边 它是跟着肝混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我们的所谓的抽脂 它抽的是 如果我们核磁共振在扫 你就会看到说 在我们的腹腔 它有个保护层 通常的脂肪 我们现在摸得到的这种 都在这个的外方 可是它在里头的 每一个器官附近 它都会包的 比如说在我们的肾脏 或是在我们各个器官附近 会包的脂肪 太多当然是不好 太少其实也不好 有些女生她会追求 那个脂肪量要很瘦很瘦 那个体脂肪很低 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 这个脂肪它在内脏 是帮我们保护 有点像是我们的海绵垫 对 它是苦秀的道理 所以假设这时候 你这个都完全没了 你就很容易因为一些碰撞 而产生一些伤害 但是高的人也不要一直想说 那我这样全身都是苦秀 真的超好的 其实高 像刚刚那个张医师有提到说 这个脂肪肝 最后可能会引发肝硬化 但是有可能会引发肝癌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 我们那时候还是在 住院医师的阶段 有一次我们的主治医师 因为我们主治医师 都跟着一个主治医师 去学病人 那时候有一个病人 他就被诊断肝癌 那时候这个医生就跟我们讲说 我们回去做个功课 去找找看他肝癌的原因 通常我们的肝癌 会发生的可能性最高比例的 比如说B肝 C肝 有些人是有这个 有所谓的 黄麴毒素的中毒 或是抽烟饮酒等等可能性 它完全没有 他是个生活做起来很健康的人 我们那时候就很苦恼 说死了 我们不知道怎么跟 那个主治医师报告的时候 那一天在讲的时候 这个主治医师 他就带了一大堆说 这个病人以前的健检报告 他健检报告里头 大概就两个 一个就是他本来 一直都是有脂肪肝 他每一次抽血 我们有一个叫肝 肝的这个发炎指数 就是GOT GPT 他永远都超过60 他说这个是这种特殊的疾病 他这个慢性 已经很久的现象 他叫做非久性性肝炎 我们发现说 其实通常的脂肪肝 轻微的发炎 可能稍微比我们这样子高一点 但如果他高超过两倍以上的时候 他其实就有可能是 所谓的非久性肝炎 他除了会肝硬化以外 他有很低的比例 但是有 就是会造成肝癌的风险 这个也没有药可以吃 就是真的只有少吃 有跟运动 对 其实运动就是个很好 而且可以帮我们消除内脏脂肪 很好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